2016年,一部30分钟的纪录片让中国网友集体破防 东莞流水线上的长歌厂媒第一次在镜头下真实曝光 同样是风华正茅的18岁 有人在教室里挥汗如鱼 有人在流水线上摇摇鱼坠 95年出生的杨鹏就是无数长歌厂媒中的一员 由于父母离异 杨鹏初中没毕业就不得不辍学打工 刚进厂时由于不懂事 他被骗去做了最累的位置还感恩戴德 结果一贴下来他的手累到连碗都断不住 现在他已经成了别人口中的老人公 每天重复的工作早已烂熟于心 但受伤还是家常便饭 在用撬刀修理损坏的影响时 杨鹏一不小心被划伤了手指 鲜血一滴一滴的不停向外涌着 组长好心让他去旁边休息一会 可他哪里敢停下 贴上一个窗壳贴后就立刻带伤回到了自己的工位 因为休息是要扣钱的 这点小伤还不值得用自己的全勤奖去换 不过好在领导对大家的健康是分重视 身体 断钱的半钱 好吧 其他没有 今天晚上全体加班四个小时 别迟到好吧 听说要加班 这些唱歌唱妹们非但没有气恼 反而异常兴奋 因为这四个小时能多赚不少钱 艰苦的日子已经让杨鹏有了与同龄人不符的沉稳和忧吕 沉稳是因为他已经看得太多 忧吕则是因为一次失败的恋爱 一年前他又过一段已经谈婚论家的感情 却被女友家里嫌弃没钱 无奈只能分手 杨鹏现在的女友李萌诗也是这个场子里的女工 即便现在两个人过得还在恩爱 一份十几块的木桶饭都能吃得很开心 但一提到未来 杨鹏也没什么计划 微博的工资让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比起杨鹏 小两岁的李萌诗对于未来则有更多的设想 他什么都想尝试一番 画画 音乐 学校年会时还能上台尬舞一曲 但进场后 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检查音响 小时候的艺术梦在机械重复的工作中被逐渐遗忘 李萌诗刚来是经常犯错 杨鹏作为老乡对他很是照顾 一来而去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 他说总有一天要带着杨鹏离开这里 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给自己换个工作环境 但对没有学历没有技术的两人来说 他们离开或许也只是从这条流水线换到另一条流水线 未来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镜头前的漂亮长眉笑着笑着就哭了 导演的一句盖房子要多少钱 瞬间击垮了这个乐观女孩的行李房线 女孩名叫杨玉京 97年出生 她来工厂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赚钱给家里盖房子 杨玉京的性格十分开朗 面对镜头脸上总是挂着可爱的笑容 但流水线的工作对她来说还是太苦 也太枯燥了 做汗接工作的她 总是会被汗电烫到手 为了防止被烫伤 她的手指上大多时候都缠着厚厚的脚步 厂里的年轻女孩们大都会买点衣服首饰打扮自己 但杨玉京为了多攒点钱 每天都省吃钱用素面朝天 发工资的时候大家都去外面聚餐 杨玉京却一个人溜进工厂食堂 一勺白菜一勺红辣椒吃得津津有味 我就想存点钱 我家里面穷吗 想盖个房子 工作大半年 杨玉京攒下了不少钱 她本打算过完年就再也不回来了 还满怀欣喜地数着剩下的日子 并开始把一些行李寄回家 但这份期待却被导演的一个问题无情打破 在这家里面 里面看 她似乎打算用苦笑来回答的 但无论如何努力也攒不够盖房钱的迷茫与苦涩 最终还是让她没有忍住 同样迷茫的还有深财经 她初中辍学后就跟着老乡到工地打工 一个月回汉入狱只拿到了不到五千块 深财经觉得工地太苦 便辗转来到东莞的电子厂打工 她嫌厂里宿舍又脏又乱 就一个人在外租了一间廉价的出租房 为了打发下班时间 深财经喜欢看屌丝开挂的玄幻小说 幻想自己有天也能向主角赢你戏 她还给自己买了一台微信无人机 她说刚开始犹豫一窍不通 琢磨了很久才让无人机飞起来 但出租屋由于空间太小 无人机一飞就会撞到天花板 恍如在嘲讽她的人生 深财经计划着2016年结束后 便辞去现在的工作 再找一份轻松又赚钱的 但离开后去做什么 缺一点打算也没有 来自四川的伊林就完全无法理解 杨玉京和深财经的想法 她是另一种人 进工厂不是为了赚钱 只是为了玩乐 流水线上的女孩就算单身 也要说自己有对象 因为这里多的是像伊林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凭借着花言巧语和年轻帅气的外表 骗了一个有一个出入社会的小姑娘 婢子伊林是这个工厂里为数不多 考上高中的人 但她羡慕外出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个衣着光线 出手阔绰 于是主动选择了辍学打工 赚到钱的伊林 就带着厂里的女工去KTV玩 等到气氛差不多了 就带着她们去开20块钱的特价房 等到钱花光了就回来继续在 如此循环往复 伊林从15岁就开始这样的生活 现在年龄不过189 便像是榴莲花丛耳片也不沾身的老手 在这里的时候又有人教又好玩 又有钱吗 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当导演问起她对未来的规划 伊林果断地说没有 反正哪里都有流水线 等在这个地方乃烦了就换到其他地方 只要玩得开心 她懒得想那么多 电子厂的主管说这里的流水线上超过一半都是这样的年轻人 她们大多是初中甚至小学学历 打工带着不同的目的 却有着相同的迷茫 提到梦想 她们会说自己以后要做主管 做大老板 要自己给自己打工 可没有学历和手艺 想实现梦想又谈何容易 事实上对于她们的未来 另一部记录片就给出了答案 23岁的全广兵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 却没攒到一分钱 她最大的冤枉就是在厂里找一个女朋友回家结婚 但就连厂里的女孩也嫌她工资太低 看不上她 厂里找不到女朋友 全广兵就在网络上认识女孩 结果又被骗走700多元 再干一年就不干了 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年 但老家的工资只有两三千 养活不了一家人 全广兵再不甘心也得回来 上班下班耍视频就是她一整天的活动 这样的生活已经重复了上千个日夜 好几个和她一样的工友都已经离开了 他们都曾相信读书三年不如闯一年监护 但在现实面前又不得不收起幻想 放下尊严 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就真的没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了吗 那也不一定 在全广兵和工友的散伙饭上还出现过另一个人 她是厂里的机工张师傅 高中毕业后 张师傅也选择了进场打工 但她并没有甘心制作普工 而是自学了技术 所以她的职位和工资比全广兵他们高了不少 说起这些 张师傅的言语间尽是自信 毕竟只要熟练掌握一门技术 走到哪里都能拿到想要的工资 甚至于工厂老板都要给她三分薄面 而旁边的全广兵等一众普工 却还在为未来而感到惆怅 其实被困在流水线上的厂歌厂 每都曾有过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一次是当年继续学业 另一次则是进入工厂后 主动去学习一门技能 但真正能做出改变的都是寥寥 就像终日玩乐的伊林等人 即便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他们也会再度放弃 就像一句老调重谈的话 我们无法改变环境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只要保持毅力和自律 付出努力 我们终将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终将可以改变自己的机会